Leo聊世紀 天天多個星 大家好 是Leo 今天要來看瑪雅人對上瑪莉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阿拉伯地圖 好 那今天這支影片呢 又是Viper 最近Viper也是在蠻常在打天梯的 那這兩位選手呢 我都算認識的 那瑪雅這位玩家是之前的 他在Twitch上面學日文 然後我有去找他聊天一下 他日文十日期是蠻厲害的 以一個歐洲人來說 澳洲人來說 他的這個日文實力我覺得蠻厲害的 本來之前想要跟他一起聯動 用這個日文來播報四季帝國 但發現大家好像不太能接受中文以外的語言 那我們就繼續用中文播報比賽吧 好 那我們先稍微來講一下這場比賽的 魂命 選擇是瑪雅人 瑪雅人的話最大的特色是吃這個 肉類啊 果子啊 還有這個羊肉啊 鹿肉啊 還有黃金啊 石頭 這種孜然資源喔 都會有這個15%的延續時間喔 就假如說你一個果子可以吃125 那最終大概可以吃到150左右的肉 那大象也是同理喔 可以再多吃15%的肉量 那黃金礦也是喔 木頭也是 所以瑪雅人打到後期喔 資源量通常會比對手多一點點 好 那再來就是這個木頭呢 是不會有吃到這個效果 所以木頭還是一樣很快就會罰碗了 那再來就是瑪雅人呢 他一開始喔 結果村民是5會直接4村的關係喔 多一個村民 所以一開始你要點支部喔 所以讓他在前期喔 被抓到 黑暗時代被抓到村民的機率就變得很低喔 不太會有那種出去外面圍架 然後被對方的伺候給抓掉的問題 因為一開始你不能按村民的關係 所以你只能按支部喔 因為會卡人口 所以瑪雅人前期打這個裝甲塔 以前的這個很熱門的裝甲塔的攻擊喔 非常實用 因為你第一時間就有這個 也可以急速上封建時代之外 那村民的支部激素也很早就可以下了 也可以踢倒出門 前置均運也是可以喔 那這個打法已經不是很熱門喔 因為已經被破解掉很多次了 所以現在這個戰士我們就不多討論了 那瑪雅人的處理之外 還有這個攻兵的減免費用 是圈奧西面最便宜的 那再來就是他的這個瑪雅羽毛劍射手喔 是高機動性的單位喔 可以把他當馬功來使用 攻擊速度快跑的也快 然後遠防稍微高了一點 確定就是射程短了一點 跟攻擊力短了一點 再來就是他的最關鍵 就是黃金國科技喔 這個精冠技術喔 可以讓他的老鷹喔 這個黃金國的血量喔 就是變成100滴血 一般的老鷹只有60滴血喔 但黃金國點下之後 瑪雅的老鷹可以到達100滴血喔 非常多 所以到了後期喔 算是一個蠻重要的存在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紅色 紅色是瑪莉人喔 那是VIPER選的 那瑪莉人呢 這個文明呢 是比較特別的喔 那特別的地方是 他在挖金礦的時候 挖的速度除了很快之外 連自己村民的攜帶量也會上升喔 那我有實測了一下喔 黑暗時代挖的速度 比別的文明還要快之外 那自己的採集量也比較多一點喔 大概是會多個15% 真的是多15%喔 所以他這次能力喔 其實也有點暧昧模糊喔 他好像不是會繼續持續 數量變多了 以前是持續數量變多嘛 只剩下30% 那現在是挖的速度快 然後又可以攜帶量上升了 所以感覺上喔 這個瑪莉是挖的速度變很快的文明 而不是像瑪雅這樣儲存 黃金量變多的這種感覺 所以瑪莉人我覺得這算是 大幅加強的一個能力喔 因為以前這個能力一定要打到後期 才會比較明顯 那現在不用了喔 這樣瑪莉黑暗時代開始 就可以吃到這個紅利的BUFF 所以我覺得瑪莉人喔 不是瑪莉人喔 瑪莉人喔 前期可以多打什麼小弓啊 棒棒啊 這種需要吃黃金的冰種 對他來說是一個很加分的一個行動 那瑪莉人這樣子就會變成說 他到地龍時代還有這個飆悍精神 那前期有城堡時代跟封建時代 可以盡可能去打工兵路線喔 因為他工兵 一樣弩兵是有二級色跟化學 化學這不重要 是有彈造學的 所以意思說呢 他工兵時候也是不會落到哪裡去的 還是可以打的 因為你封建直接接城堡時代的工兵 奴兵路線是沒問題的 那再來轉騎士啊 或是轉駱駝 這種OK喔 那再來就轉這個飛刀 女獵手 那也是OK的 因為都是吃黃金啦 而且現在黃金採集數六塊 所以我覺得瑪莉人喔 至少這次的分級喔 有A級以上喔 因為他的優勢喔 就變得更大 不像以前喔 綁手綁腳的 你一定要撐到後期喔 不要換精神出來之後 再用這個生成金礦效果 去把自己的黃金儲存量喔 全部打完 打出這個黃金優勢喔 才會比較容易取勝 那瑪莉現在這樣改的話就很不錯了 而且瑪莉本身喔 還有這個15%木材減免喔 這讓他前期可以省下很多木頭喔 就可以撒更多的田 包出更多經濟來 那到了後期喔 還可以打這個 復兵喔 這個劍兵勇士 劍兵勇士的話 每一個時代會升一點遠防 所以你看這個 目前民兵就有1加1的防禦了 防禦什麼都沒點 情況下就有2防了 就意味著喔 對方佔毛兵喔 只會打到一滴血 這邊直接打一個雙線 想要打進去 給對手壓力 因為瑪莉這邊是偏圍死的 圍得還不錯 那白浦這邊地圖就顯得比較爛喔 而且金塊在前面 巨爛 果子在後面好一點 那瑪莉這邊反而是 黃金在裡面 果子也在裡面 這個基本上是天圖了 而且石頭也在裡面 好舒服啊 哈哈 哇 瑪莉這邊真的是不錯 那白浦這邊喔 天圖算偏爛 但還好有一塊眼睛在後方 那有另外一塊眼睛在前方 跟石頭在前方 有點算是偏危險的位置 地圖上喔 這個前期的果子位置是蠻重要的 那瑪爾這邊都是偏好防守的 而且這邊都很標準 等一下一級農吉姆 在灑地片田之後 就有這個一級農先好了 最後可以吃到這個農田的buff 看一下這個農田喔 不是175喔 是250喔 我直接吃了75肉 非常多 好 Viper這邊也很標準喔 每一片田都有吃到 一級農的這個加成 這就是經濟型玩家的一個優勢喔 然後這邊 Viper 就算還把對手的路給趕走 哈哈哈哈 笑死 Viper真的是各種細節秀好秀滿 你該不會要趕回家吧 Viper 太狠了 人家都都 人家都偷羊偷豬 你是偷路啊 偷羊偷豬其實很簡單喔 但我覺得偷路是非常困難的 只有手術非常高超的玩家 才能做到的事情 這個露露可能真的要趕回家了 Viper可能覺得這個時間有點險 沒事做 這一玩打出小弓啦 那就是我們說的 由於馬力下這個能力的關係喔 打這個黃金兵很有優勢喔 基本上不會太出對手 這個數量上 那Viper又是一個偏農的玩家 所以Viper 玩馬力這個文明島 應該是會玩得非常強 之前一直沒有出馬力的原因 就是覺得 應該要找一個頂尖的 很會農的玩家喔 來打一場 才會知道馬力這個文明到底強在哪裡 然後剛好Viper最近打到這場比賽 我們就來看一下 Viper會怎麼玩馬力這個文明吧 這個 這個路 千里條條趕了出去喔 棒棒這邊看到對手的 攻兵出來 數量其實有點多 但馬力啊 Viper這邊是選的複合式出法 毛兵攻兵都有按 OK這邊不能斷 趕快繼續趕 太狠了看了 這要收這兩村嗎 直接收農田村民 直接吃鹿肉 再補140肉 太狠了 細節打好打滿 好 工兵出門 然後這邊棒棒再去偵察 二次偵察 看到棒棒在這個位置 不是棒棒 工兵在這個位置 欸剩一滴血沒收掉 哇有點可惜喔 那這一滴血的話可以繼續 去外面當眼睛喔 當這個哨戰使用也都可以的 移動師哨戰 這個哨戰的視野偏少了一點 好 工兵直接過來 想要潛壓 看看能不能打到墓區 應該是沒辦法 這邊聰明稍微拉一下喔 來這邊伐木就沒問題了 OK 拉下拉下 因為 由於Viper有毛病的關係喔 所以對手也不太敢 輕舉妄動 應該這邊被收掉一隻工兵了 沒有空好 好 那應該就會想到小娜 我們稍微加速一下喔 好 這邊 有可能會射進去 那這邊可能要考慮按下毛病 好 這邊再補一個射箭場 稍微擋一下 好 Viper點下了 城堡時代了 好 家裡工兵能擋得住嗎 目前有四隻毛兵 可以喔 四隻毛兵基本上都擋得住了 好 再繼續按個一下 一擊仿佩點 就沒什麼問題了 這邊操作再秀一下 上高地射不到Viper的兵 結果自己的工兵一直被後面的毛病丟 哇 這個就是Viper最難打的地方喔 好 抽一下抽一下 那最近 我有在去練習打這個極限電腦 我發現極限電腦好像變強了 雖然現在1打2還是能打贏 但我發現1打3越來越困難 最近有回去練一下1打3的這個 經濟暴跟轉兵進攻 真的是有點困難 不知道這個GPT AI 能不能在這個4GD5上的AI 有點 更動 說不定 讓AI去學習4GD5的AI 好 感覺不錯 就像之前那個 趴八狗 去學星海爭霸一樣 為什麼不來學4GD5 我覺得4GD5其實更適合 所以這個經濟調配還有操作 還是因為太複雜 所以學不起來 我也不太清楚 因為世界帝國的資源偏多種 好 這邊上到城堡斯帶的Viper 已經點一下龍兵跟二級射 那TC也肯定開下 開在外面這個位置 那另外一個 TC呢可能會開在後方這個位置 果然是這邊 就會偏裡面一點點 因為他需要一個穩定的墓區 跟外面的一個野精的位置 會比較好 好這邊上到奴兵的Viper 直接用奴兵反打毛兵的回去 但是射的還是很怪 這個可以考慮回頭 抓一下後面這一坨工兵 但Viper並沒有想要回頭 他可能覺得直接逼到對手家裡 也就是有壓力 這一坨工兵直接用毛兵去抓就好 想法非常的穩定 並沒有太多奇怪的想法 好 瑪雅這邊是決定要上戰毛兵 奴兵是按不下去了 因為現在缺肉 這邊被迫收村了 肉非常少 剛剛TC已經3TC開下 待會可能要需要買肉 才不會斷村 好 這邊毛兵繼續被逼著 走到這邊 勾兵繼續騷擾 二級農 二級木 剛才會要點下了嗎 先點二級木 這邊要做夾擊了嗎 最後還是要夾 但我覺得應該沒有標追了吧 這個時候都已經在這裡了 用毛兵繼續追就好 這邊可能是想要看這邊有沒有動 應該是沒動 或者是想要躲避這一坨戰毛兵 應該是要躲戰毛的 可能性更高一點 看到這邊不動了 想讓對手去追這一坨毛兵而已 但是對手怎麼走到這個邊邊角角 好 這是有誓言嗎 OK確認過 眼神確認過沒有開圖 呵呵 離開了離開了 因為這位玩家 他也是有在去上面開實況的 這個麻雅人 所以他不太可能會開圖 做這種事情 那之前是誰 那個宋宋開圖 被抓包 打國家被的時候 現在好像完全不會了 完全沒有看到宋宋在打 好 這邊毛兵看到 在家設置一家的村民 直接拉了回來 農兵這邊已經把 農兵拉得非常的遠 好 Viper這邊也點下了二級農了 好 這邊二級農點的時間很好 真的是細節 你看這邊 第三個TC 第二個TC都還沒撒農田之前 就先點下 那待會這邊補農田的時候 就會肉量都會吃的到 非常nice 經濟就會非常好 好 那還點下了一級絕驚 一級絕食 這個經濟科技都點很早 就是這樣的玩家 偏農 那我覺得他們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可以在軍事跟農之間 抓到一個平衡 這邊直接走到TC內走過去 撞TC沒有發現 這邊村民要收回來 可能還是會損失慘重 損失了兩村 然後電視太少 完全射不通 這坨兵 老頭出來可能會死 欸 跑進去了 應該沒事 跑車出來 哇 可能要再死一村 Viper這邊直接 少了三村啊 哇 你看這個 瑪雅天圖真的很難打 基本上打不進去 然後這邊再足地戰法 再圍一下 穩穩的 好 這一團 工兵直接 往上走 要來躲避 頭側的傷害 這時候點一下彈道血 有彈道血的話 工兵數量夠多 其實是可以嘗試秀一下青頭的 那現在由於工兵數量不夠 戰毛兵攻速太慢 基本上跟頭子側差不多 所以 要盡可能 跑走就好了 不要盡可能反打 因為反倒很容易會打鬼 好 這邊直接撞TC也沒關係 反正 戰毛兵的 防護率就是高 還可以收一村嗎 一滴 鎖進去 Nice Viper這邊又保護了一村 好Viper現在 現在有點煩喔 趕快 下個馬就吧 出一隻騎士 就可以爽解了 好 數量剩兩隻 毛兵 故意打殘血的打 沒有欸 沒有欸 這兩隻殘血沒有收掉 好 這個老仇已經可惜了 生物撿到一半 被打死了 然後再出來撿個生物 上班的毛兵也送光了 Viper這邊是點下的奴炮 不是騎士 那馬力這個文明 其實出騎士也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現在黃金真的很多 這個黃金只有八個人 已經踩到快一千了 就找到這個馬力 黃金存放15%提升 這個能力喔 非常的誇張 黃金是非常多的 好 點下攻擊 哇 居然是要走步兵路線嗎 結果再次改版喔 這個步兵 也沒有專屬的步兵META 這是什麼可能20P 配置可以轉 步兵爆的一個打法 也沒出現喔 畢竟這個封建時代的攻兵 數量一多起來 還是太強 基本上沒有什麼東西能太打得贏 封建的一坨攻兵的喔 那我城堡實在又有投石車奴炮 騎士這類單位喔 或是強弩喔 都很容易counter步兵的路線 步兵畢竟還是太容易被攻兵減掉了 所以很可惜喔 我覺得這次改版算是平衡步兵的強度 並沒有大幅改強 強度來說還是沒辦法當主力來用 只能到電動時代才可以用 那會用步兵的理由也其實也蠻簡單喔 就是因為造價便宜喔 然後 數字也不差 就是護靠的時候也不會太弱 哇 這邊一隻生侶去換一隻戰卯 其實有點虧喔 好 這邊裝了步兵再升級長劍兵 那現在步兵選防是三防喔 現在戰卯兵打一滴只有兩滴血 那等一下一防之後 就可以 提升防禦力 變成三防 四防喔 應該是四防才對 OK 遠防變四了 四防的長劍兵 這樣戰卯兵打下只有一滴了 羊啦 那弩兵的話就不好說喔 遠防是七攻 七攻的傷害其實有點高 五加二 那常見兵的話現在是一加三 大概在點一防的話就是一加四喔 五防 弩兵的話是射兩滴血 但對方的弩兵數量夠多的情況下 還是可以喔 解掉這些步兵喔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步兵的一個問題 最終還是容易被這個弓兵給射死 有數量還是要續一下 好 那瑪雅這邊省下非常多的肉 點一下帝王十代 這邊直接要來壓寶給BIP壓力 下方這邊城堡 也是直接頂起來 想來守住門面 這個奴炮能守住嗎 要不要派人去修一下 沒看到沒看到 奴炮可能再解難逃了 哇 三滴 一滴 一滴 爆了 尷尬了 Viper Viper這邊步兵也沒有想要打正面喔 果然是不打正面比較好 但對方已經家裡為死了 人家是天土喔 其實真的不好打進去 二防點下 Viper這邊還沒有點下帝王十代 因為這邊瘋狂在生步兵科技 這時候他沒意識到 對方已經點帝王十代了 稍微有點危險 好 中間這邊開口下大學 看到弓兵還是得閃 哇你看 超難打 欸靠這裡怎麼會有洞啊 HOLY SHIT 哇 這個HOLY SHIT 真的是HOLY SHIT 超能扛TC箭矢 雖然還是解得掉 究竟箭矢數量夠多 好 升到帝王十代的瑪雅人 MIPER才剛點下 雖然距離投資金 有很大的一個問題喔 會來不及生產 好 MIPER按了少量的飛刀女獵手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稍微點下而已 這次飛刀女獵手血量有改強 以前是35D小 現在變成40D 精銳50D型 比以前好用多了 不然以前真的太薄了 跟這個爪刀勇士沒什麼兩樣 這個血量 好 這邊步兵直接貼上去開砍 工兵想要射 但高地應該可以反倒 或是先等一下強弩 那瑪雅這邊經濟並沒有非常好 這邊還是要再等一下 好 原地開火直接反擊 哇 瑪雅這個射速很快 走A 走A 再走A 一言不合就走A 但走A這個技巧 看似很簡單喔 但是要浪費非常大量的手術 你在走A的時候 你不能去任何的經濟操作 或是打分退喔 會把你的手術給控住 所以算是個陷阱體 覺得走A這個技巧 看似在四季帝國裡面很強 但其實覺得還好 如果算是讓他自己原地站而已喔 反正可能會好一點 你可以把這個手術拿去做其他事情 例如去偷改建築物阿 偵查阿 或者是經濟再更好一點 之類的 或是加強一下防御 結果上面這個洞還是沒有補起來嗎 OK 下面這個洞應該是守住了 應該是守住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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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ER點下了雙手劍兵跟三級防還有化學 那待會IPER要對上對手這個打法其實很簡單喔 只要出...出一下這個飆悍精神 然後再加上這個劍兵勇士喔 就沒什麼問題了 那飆悍精神這個能力呢 還可以讓肉馬吃的喔 但是現在出劍兵勇士的狀況下 肉應該是不太夠用的喔 所以應該可能會全出劍兵勇士喔 去做個反擊 那瑪亞這邊可能就會有點難打了 出瑪亞與射手的話 會完全射不動這個雙手劍兵喔 因為雙手劍兵1加7遠防8 瑪亞與劍射手只有攻擊第9 射雙手劍兵只有一滴血 所以這邊可能會很尷尬 可能要出強弩吧 強弩可以射兩滴 出量也要夠多 好這邊果然直接用劍兵貼的過來 因為這邊的劍兵勇士 不是劍兵勇士 雙手劍兵完全不怕 這個劍屍 劍屍超癢 瑪亞與射手正在抓癢 尷尬尷尬 MIPER的復兵爆開始出來了 好強弩直接占A 但是這邊占A就很可能有問題了 因為對方步兵數量夠多 彰化人下來其實有點虧了 好那如果上高地就還行 能接受 OK上高地反打 好那城堡這邊也順利解決掉 MIPER直接手撕城堡 用劍兵勇士給用掉了 還有加上一個少量的火炮 好這邊果然轉出了騎兵的科技 加上劍兵勇士 工兵路線可以完全不考慮 好這邊強弩還是很痛 噓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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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噓 那MIPER這邊就是瘋狂的去自己的工兵就好 雖然MIPER也可以轉這個劍兵勇士 但我覺得換下來也別到很賺 就是五五開啊 那MIPER這邊也不能轉工程器 因為轉工程器會被火炮給打爛 那MIPER也是沒有火炮的文明 好但是我覺得長期換下來 MIPER可能是會稍微偏虧的 但其實瑪亞人還有這個弓兵截免 所以說虧也不會像其他文明這麼虧 我覺得算是有點五五開吧 所以我覺得應該很有可能會打到非常大後期 兩倍的黃金消耗量其實是沒有特別兇 但瑪亞這邊已經黃金用的有點誇張了 畢竟強奴兵的造價成本是這個 建兵勇士的兩倍的黃金量 但是瑪亞有截免成本的關係 所以黃金量可能也錄在三十幾 還不到兩倍了 好 品種 跟蹤技術 二級練甲 瑪凱一定 這樣 果然要轉出一千七奇兵 那為什麼我會說 瑪莉要打劍兵勇士加奇兵路線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奇兵還是我這個 對弓兵的屬性 有這個外傷害在 而且自己又有飆悍精神 所以我覺得初點奇兵還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這邊直接一個分推 Ryper的一個雙線就是開始騷擾 但這邊肉馬有點送的太快了 這邊不知道送這麼快 原因是因為想要去保護自己的巨型頭司機 說要盡可能把對方的強弩往回逼 想要讓對方直接開射巨型頭司機 哇 這邊劍兵勇士弄到家裡 身無法治理 這個洞依舊沒有補起來 終於發現這裡有洞了 但是還是沒有補 好 中間再劇射 但是沒有三級馬開的嘛 還是太容易被打爛 而且瑪莉的清奇兵是不能再升級的 所以這邊肉量真的需要耗費太多了 這邊我是按肉嘛 這兩個都是非常吃肉的單位 但黃金省價真的非常多 超級多 好 萊姆是決定要跟對手打一個非常大後期 要開始瘋狂控圖 只要圖控得好 黃金控下來 打到後期一定沒問題 現在黃金庫存已經來到三千多了 好 這邊開始轉出大量清奇兵了 而不是劍兵勇士囉 因為瑪莉的劍兵勇士有個問題 他沒有三攻 攻擊力會稍微差了一點點 那瑪莉的劍兵勇士跟瑪莉的劍兵勇士互扛 雖然會有優勢啦 但是我覺得換起來不太優的原因是因為 瑪莉其實本身就是可以直接攻兵去 counter對手的步兵 硬要去出步兵跟對方換其實感覺不太好 因為你要投資的這個升級了 成本太多了 但是現在不轉兵感覺還是很容易有一點危險 我覺得還是要轉一些幾兵出來 瑪莉這邊 哇靠這個太痛了吧 這個是已經點一下不要換精神了 還沒有 還沒有點一下就瞬間拆掉一台巨頭 好這邊城堡能蓋起來嗎 哇這邊沒有看到在蓋村民 三隻村民直接在對方眼皮下蓋好 哇這邊直接撞城堡 海天射掉獅子為什麼 哇這邊強奴要送光瑪雅很虧 巨尷尬 送光牆尼 好這邊肉麻繼續送給對方阿力 讓對手沒有發現到這邊金狀城堡了 好來吧這邊控鼠控鼠非常漂亮 三防一點像 欸這邊居然是要點飛刀女獵手 這是什麼操作 三防點像應該是要出戰毛兵吧 飛刀女獵手 我記得是吃步兵裝甲的 怪怪的 他點三防 還是我記錯阿 我記得飛到女獵手是步兵阿 好火炮直接爽拆 瑪雅這邊沒有黃金國 老英的關係 所以沒有機動性單位喔 打這個火炮 真的是難解之鐵 這邊稍微按一下步兵科技 轉一些幾兵出來 OK還是轉出來了 但這邊瑪麗的複合式打法就很煩阿 複兵加騎兵阿 這個打法是不是很難解 好純弓兵的話又會被騎士Counter 那你出步兵單位的話 現在只有劍兵有士喔 能擋 出疾兵的話只能Counter對方的馬 劍兵有士是完全打不贏 好這邊再上來靠個一波 好 挑戰精神還是沒有補下耶 好 MIP中入侵成功了 下方瑪雅經濟爆炸 瑪雅的槍路只能回救 正面的城堡可能會擋不住 好 但是疾兵的阻擋清其變效果非常好 雖然自己損失大量村民 還是能稍微擋下來 火炮可能會有點麻煩 會有點難收拾 好 後方的劍兵有士 直接走到後方 正面這邊沒有繼續往後走 WIP的黃金量是怎樣 3000多 8個人採黃金 好這邊要蓋這個城堡 才守住最後一塊黃金了 這塊黃金守不住了 好 不要看精神中一點下 但是怎麼使用外面的城堡 偏危險 這個很有可能會守不住耶 應該是可以升級好了 應該是守不住了 好 見面有士想要過來硬拆 OK 步兵血量掉的還是蠻快的 數量一多還是能解掉的 但是出這個步兵的好處 就是可以把對方的麻礙魚射手給封印住 好這根城堡差的價值變成 後方的步兵加上清其兵 直接大落後方農田 直接爆炸 直接射爆 好 上方這邊是要完全強攻 4台巨頭 直接手拆 沒問題 好 這邊大量的村民子也被砍死 這個伐木工怎麼全部都跑到前方來了 村民子降之剩82吋 村民已經差不多就差了50吋了 大媽媽這邊兵越出越多 到這裡補一個TC 我會防守一下 墓區的部分 這邊見面我是送的有點多 但是也還好 這邊見面我是黃金只要20 超級省 如果能再給瑪莉喔 軟甲技術的話就非常誇張 遠防9 坦刀爆炸 好 那瑪莉亞的攻兵數量還是很誇張 79隻 32隻 極兵 完全強軍事 那其實瑪莉這邊很簡單的打法 就是 只要出投石車或是奴炮 都會對對方擊兵 跟工兵造成大量傷害 所以現在要投資一點 資源 在工程器上也不是問題 那其實也不用投資太多 可能投資火炮也是OK的 火炮雖然再多一點 也行喔 或是直接轉重裝騎士 上去硬砍 也是有機會打低 所以MIPER這邊選擇其實夠多 並不會太差 但MIPER的感覺是 我就是要用劍兵勇士砍爆你 這個數量可以守師城堡了吧 45隻 好 這邊一個主地戰法 蓋了一些城門 想要來守住 這邊的戰線喔 想要讓對手的進攻路線 大幅下降喔 這邊直接上了一個高地開射 對手看起來難分難解 劍兵勇士直接上前開尻 是台巨頭 能守得住嗎 但是這邊是高地強奴 對抗MIPER的馬力劍兵勇士 似乎有點無力 這看起來不能再繼續打了 MIPER可能會拿上非常多的優勢 劍兵勇士砍對方的 攻兵數量實在太快了 數量倒得非常多 只剩下41隻攻兵了 劍兵勇士看在追擊 這片巨頭11 應該可以逃掉兩台 再一刀 這一刀沒打到 可惜了 好下方城堡已經爆開了 正面也快要守不住 MIPER直接無限劍兵勇士爆 太難受了 這次要轉劍兵勇士可能為死1萬了 太狠了 VIPER 出了100多隻的劍兵勇士 村民只剩下28隻 直接全滴 這應該是自滴村民了吧 自滴村民然後爆出大量的劍兵勇士 直接海淹過去 太狠了 一發淹死都被守 這什麼奇怪打法 這是自滴嗎 我看一下 等一下 欸 他是自滴嗎 還是對方殺的啊 我看一下 越想越不對勁欸 VIPER吐了175個 應該是自滴沒錯啦 沒事沒事 我想說 瑪雅人這邊應該是完全沒有能力可以去騷擾才對的 剛剛看小地圖也沒看到啊 只有少量耽誤在進去裡面鬧 也只被塗了57村 也不可能損失掉100多村吧 OK 那很明顯 VIPER是自滴村民的 沒錯 好 直接自滴村民 瑪莉 劍兵勇士爆進去 這一個畫面 太難得了 370隻劍兵勇士 笑死 好 那這邊看一下VIPER的經濟喔 經濟沒問題 非常的穩定 這邊二級農二級末很標準 就點下了 經濟非常的漂亮 好 那後期的經濟 看起來 手推燒兩邊時間都點差不多也沒什麼問題 那主要是瑪雅這邊二級農二級木農 點的偏晚一點點 稍微有點miss掉 那彩晶跟彩石也是 那瑪莉這邊還有五勝物喔 經濟量非常誇張 那VIPER這邊的肉量 直接飆到兩萬 四萬八 多了快要兩萬的肉 幾乎是兩倍的肉量 看起來也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OK 那這邊喔 MIPER這個打法 真的是大錶去隨便學 只有經濟好到一個炸裂的人 才可以使用瑪莉喔 單純使用步兵淹過去 通常還是要搭配一些投石器阿 或是弩炮或火炮 才比較好解這些強弩 那MIPER覺得自己經濟夠好 才可以這樣打 甚至連這個馬都不用出阿 直接擰壓對手阿 MIPER這個實力喔 真的太強大了 那瑪莉這邊做的不太好 就是可能太晚轉這個雙手劍兵出來 如果轉出來的話 可能稍微能打一點點 但最終還是很有可能 會被五勝物的瑪莉喔 加上這個超級高彩黃金的效果 再反打回去也是有可能的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要幫我下訂閱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 êt開玩笑 吧 這裡